根据NBK爆料大神World的报道,猛龙和马次关于伦纳德的交易接近完成,猛龙送出德罗赞,外加一些选秀权,从马次换来伦纳德,因为伦纳德本赛季的工资为1887万美元,而德罗赞的薪水为2774万美元。 所以双方的交易可能还要牵扯一些球员和现金,以便达成心思体配,而马次跟对记者Paul Garcia则表示,目前阻碍交易达成的最大问题,就是伦纳德本人,他还没有承诺要长期留在猛龙,而是公然表示要在明明胡同的气候加盟湖人队,猛龙送出自己的单家球星,如果交易来的是一名只能用一年的球员, 那显然很吃亏 不久前,德罗赞曾在个人社交媒体上连发了数条消息,这项运动毫无忠诚可言 很快你就会明白了,对于德罗赞来说,这笔交易却是不太公平 德罗赞从2009年被选中起,就一直为猛龙队效力,期间很多次有人想要拉长脚,得被球员本人拒绝了,包括2016年他本有机会去胡恩人阶科比的班,但他选择了忠诚,为什么说这对于球员是一个双灰的操作呢? 我们先来看看伦纳德,他之所以不想留在马次,其根本源头就是怕处理亚垫的那一脚,这让小卡西里产生了变化,上赛季只为马次出战六场,并且欲求队关系破裂,本赛季怕处理亚被送去了东部的活赛队,没想到小卡自己也被送去了东部,活赛队刚刚一聘,进了凯西做他们先赛季的主教练, 卡西上赛季带领猛龙取得东部第一的成绩,并且荣获一期到一把赛季的最佳主教练奖,却被猛龙队赛季后再出局后给解雇了,新赛季的卡西必然会找猛龙队复仇,而他手中刚好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怕处理亚,如果伦纳德真的去了猛龙,小赛季还是要面对怕处理亚,再来看看德罗萨吧, 他从2009年进入NBA以来,帮着猛龙队伍斯打进季后赛,但都没能删入最后的总决赛,甚至连续三年被詹姆斯的骑士队淘汰出局,可以说德罗萨最头疼的人就是老詹了, 现在好不容易牢到老詹去了西部,他又要被球队送去马次了,胡人和马次还很有可能在新赛季的季后赛中相遇,要是德罗萨再被淘汰,这要找谁说理去。